Hello,大家好,我是冯澄澄,来自美丽的山城重庆 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加州 今天是我和老公游泳旅行的第三天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在游泳池区域休闲 天气非常好,大家都在这里来游泳,晒太阳 现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旅程吧 早晨起来,早餐的时间开始了 今天的早餐,我们到了自助餐厅 我们选择了一个离人比较远的靠近舱口 可以看大海的位置 我是属于吃早餐比较丰富 而且吃的比较多的 老公看见我吃早餐,吃这么多,都笑话我了 而且我比我老公还可以吃的多 他多吃一半呢 每天早上,我都会有一杯红茶 看看我又拿了水果 还有各种坚果混在一起 我是很会吃的 最好早餐,躺在这里晒太阳 再看看,已经有很多人来到游泳池 游泳了 不管男的女的都在这里一起游泳 而我所要做的工作 是要让我老公不能到这个区域来游泳 因为大家看看 这里的人好多 而且距离都很近 所以我不能让老公来到这个区域 这就是我今天需要兼职做的工作 我们也准备回到房间 穿上游泳衣 来到这里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现在我们也放好了游泳衣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晒太阳 游泳池里面的人很多 都是很近距离的在接触 我老公也很想去到游泳池 然后跟这些陌生的朋友 一起开心 一起闹 一起聊天 但是我就是坚持不让他过去 我们就躺在堂椅上 远远的看着他们 欣赏他们开心 好在我老公还是非常听我的话 我老公非常好 还是听取了我的意见 虽然他想去和这些朋友一起疯 一起闹 但是我坚持让他要离这些朋友远一点 不能靠他们太近 我们就躺在堂椅上 远远的看着他们热闹 欣赏他们 而且大家都看到了 这些朋友 他们不管来自什么国家 来自什么地方 你看看 他们其实都是陌生的 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距离 他们都玩得非常嗨 玩得非常开心 每个人的笑声 都乏至于内心 那么赏朗 那么开心 你看看 他们一个一个的 好像心里都没有烦恼 躺在那里 悠闲地享受着美好的时光 而且这里的人 和我们国内的朋友 有点差异 他们就是不害怕被赛 而我们呢 就害怕被晒黑 但是 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皮肤 晒得幽黑幽黑的 他们觉得那样的皮肤 才是最健康的 我和老公在一起 远远远地欣赏着这些朋友们的热闹情景 I LOVE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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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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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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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的晚餐我点的是我成熟的牛排 而老公点的是羊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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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给我长按点赞 转发 收藏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有你的支持